我们来讲讲腐霉Q10 提起腐霉Q10呢 你可能知道这是一个抗氧化剂 对心脏有好处 然后呢就没有产后了 大多数人对腐霉Q10的了解呢 是非常有限 所以今天呢我来详细讲讲腐霉Q10 究竟有哪些健康功效 特别是有实验之时的确实存在的功效 腐霉Q10呢是我们身体自己制造的 处存在细胞线粒体中的化合物 是人体细胞代谢不可缺少的腐霉 也是我们体内重要的抗氧化剂 大量研究显示腐霉Q10呢 对健康的功效呢是广泛而多样 很多疾病和压健康状态呢 都和腐霉Q10的缺乏有关系 功效一 增强人体活力 腐霉Q10最基础的功能呢 就是负责把你吃下去的各种药物质呢 转化霉能量 人体95%的能量产生呢 都和腐霉Q10相关 所以缺乏呢会影响到身体能量的产生 让人感觉疲劳体力下降 长期严重缺乏呢 甚至会导致心力衰竭 补充腐霉Q10呢 可以显著的缓解疲劳 增强身体的活力 所以专业的运动员 有健身习惯的人 还有慢性疲劳 综合症患者呢 都需要补充腐霉Q10 功效二 改善心脏病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呢 都含有腐霉Q10 但是在高耗能的器官中呢 浓度最高 比如心脏 肺部 肝脏和肾脏 其中心脏中的腐霉Q10呢 含量最高 因为心肌细胞中呢 含大量的线粒体 当人体缺乏腐霉Q10的时候呢 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器官呢 就是心脏 有大量的研究证明 腐霉Q10呢 能提高心肌功能 改善心血管疾病 一向针对420名 心理衰竭患者的研究中呢 用腐霉Q10 辅助治疗了两年 有效地改善了患者的症状 降低了他们因为心脏问题 而死亡的风险 另一向呢 有640名 充血性心理衰竭患者 参与的双方实验中呢 用腐霉Q10 辅助治疗一年 在研究结束的时候呢 用腐霉Q10 进行辅助治疗的内组呢 严重的并发症减少 因为心理衰竭 需要住院的次数呢 也减少了 所以在常规的心脏 病治疗中 加入腐霉Q10呢 可以显著缓解症状 减少并发症 大大降低死亡的风险 功效三 降血压 高血压患者呢 在降血压药之外呢 额外补充腐霉Q10呢 可以起到有效降低血压的效果 有实验发现 给已经使用 加压药控制高血压的患者们 每天使用60到120毫克的 辅霉Q10呢 可以让高血压降低10% 高血压患者呢 可以使用辅霉Q10呢 来助助治疗 功效四 缓解偏头痛 除了心脏之外呢 大脑也是高能量需求的奇怪 因为辅霉Q10呢 主要存在于细胞线粒体中 帮助线粒体产生能量 所以辅霉Q10缺乏的时候呢 会导致脑细胞能量不足 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 导致偏头痛 也有研究证实呢 容易偏头痛的人呢 确实存在辅霉Q10缺乏的问题 以向1550名 儿童和青少年参与的 大型实验证明 辅霉Q10水平低的人呢 在补充了辅霉Q10之后呢 偏头痛的次数减少 严重程度降低 更重要的是 辅霉Q10不仅有助于治疗 偏头痛 还可以预防这类问题 因为它能增强线粒体的功能 给脑细胞提供足够的能量 功效五 保护大脑 辅霉Q10存在于线粒体中 而线粒体呢 是脑细胞的主要能量神通体 能够为脑细胞提供充足的 氧气和能量 维护健康活跃的大脑和神经细胞 但是线粒体的功能呢 往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弱 线粒体功能失调呢 会导致脑细胞的死亡 进而导致二兹海默 帕金森这一类的大脑 推行性疾病 不幸的是呢 我们人类的大脑 确实非常容易受到氧化损伤 因为它的脂肪酸含量高 对氧气的需求量大 脑细胞的氧化损伤呢 增加了有害化合物的产生 可能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里 认知能力和身体功能 而腐霉Q10呢 可以减少这些有害的化合物 在很大程度上呢 能够降低神经退行性疾病 导致的大脑和神经损伤 减缓病情的发展 所以有记忆力减退的人 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人呢 都应该补充腐霉Q10 功效六 保护肺部 在人体所有的器官中呢 肺部和氧气的接触最多 所以肺部呢 也非常容易受到氧化损伤 肺部的氧化损伤增加 抗氧化剂保护不利 包括腐霉Q10不足呢 都会导致各种肺部疾病 已经有研究证明 有肺部疾病的人呢 体内腐霉Q10的水平呢 确实比较低 而且呢 也有研究表明 补充腐霉Q10呢 可以改善肺病患者的 这个肺部功能和运动表现 耗氧量比较大的人 本身肺部具有问题的人呢 也应该补充腐霉Q10 功效器 缓解糖尿病 腐霉Q10呢 已经被证明 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和调节血糖水平 2020年3月发表在 柳页刀杂志此刊上的 一项基于40项研究的 蕙翠分析发现呢 糖尿病人每天补充 100到200毫克的腐霉Q10呢 可以显著降低空腹血糖 空腹胰岛素 糖化血红蛋白 这个呢 是最新的研究 说明补充腐霉Q10呢 对控制血糖呢 是有很大帮助的 功效8 改善多囊卵肠囊种PCOS 多囊呢 也是妇科肠天病 主要表现为 雄性激素过多 无排卵和多囊卵肠形态 多囊呢 通常和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水平过高有关 而且大多数多囊患者呢 有肥胖问题 刚刚讲过了 腐霉Q10呢 可以改善血糖 胰岛素水平 所以通过控制血糖 和胰岛素水平呢 可以改善多囊 这个呢 也有相关研究可以证实 功效9 提高生育能力 女性的生育能力呢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腐霉Q10呢 直接参与这个过程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腐霉Q10的生产速度减缓 保护卵子免受氧化 随障的能力呢 也会降低 结果呢 就是卵子的质量不太行 影响生育 有研究发现 补充腐霉Q10呢 可能有助于 甚至可能扭转 这种和年龄有关的 卵子质量和数量的下降 同样啊 男性的精子呢 也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影响 可能导致精子数量减少 精子质量差和不孕不育 有研究认为呢 补充腐霉Q10 可以通过增加 身体的抗氧化能力 来改善精子的质量 活性和浓度 所以备孕中的女性 应该补充腐霉Q10 男性呢 同样也应该补充 功效10 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我们都知道 氧化应激呢 会导致细胞损伤 并且影响细胞的功能 同时呢 还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腐霉Q10呢 是一个超强抗氧化剂 抗氧化的能力呢 是维生素液的50倍 能够增强免疫系统功能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 癌症患者 还有各种慢性炎症的患者呢 他们体内腐霉Q10的浓度呢 比正常人要低 而腐霉Q10的低水平呢 与高达53.3%的 癌症风险有关 所以腐霉Q10 作为强抗氧化剂 以及免疫增强剂呢 在提高肌体免疫力和抗炎症 抗肿瘤等等方面呢 有比较好的效果 可以减轻放疗化疗的副作用 更重要的是呢 有研究表明 补充腐霉Q10呢 可能有助于减少癌症的复发 补充腐霉Q10呢 对癌症患者呢 也是很有帮助的 功效11 减轻药物产生的副作用 很多西药呢 都是散干的 这类药物呢 会让体内的腐霉Q10减少 比如降低胆固醇的 他丁类药物 长期服用呢 能让人体内腐霉Q10的 水平下降20%到40% 身体的重要器官呢 会因为缺乏腐霉Q10呢 而功能受损 所以吃他丁类药物的人呢 应该补充腐霉Q10 去缓解药物引起的 肝脏损伤 肌肉疼痛和疲劳等等的副作用 功效12 防止皮肤老化 腐霉Q10含量越低呢 皮肤的看法能力就越弱 那么你这个皮肤的弹性和张力呢 就会丧失 导致皮肤老化 把腐霉Q10直接用于皮肤呢 可以增加皮肤细胞的酶量产生 促进抗氧化 从而增强皮肤细胞的活力 减少细胞胶膀 让皮肤保持年轻 已经有研究证明 直接用在皮肤上的腐霉Q10呢 可以减少紫外线引起的皮肤光老化 缓解皮肤干燥 减轻皱纹 还可能有助于降低皮肤癌的风险 以上呢 就是腐霉Q10的一些主要功效 人体腐霉Q10的含量呢 在20岁30岁的时候呢 达到巅峰 30岁之后呢 体内腐霉Q10的含量呢 会逐年降低 40岁以后呢 下降的幅度更大 70岁之后的人呢 和20岁的人相比呢 腐霉Q10呢 会减少60% 因此呢 年纪越大越需要补充腐霉Q10 除了年龄之外呢 药物和疾病呢 也会消耗体内的腐霉Q10 凭床研究发现 当体内腐霉Q10含量低于25%的时候呢 会引起各种疾病 低于75%呢 会导致死亡 而且从食物中呢 只能获得少量的腐霉Q10 往外补充腐霉Q10呢 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下一次呢 我们来讲腐霉Q10的产品 OK 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